分別是菲律賓籍的二十多歲的男性 跟本國籍的三十多歲男性 還有本國籍也是多歲女性 分別從菲律賓 緬甸跟日本入境 那504是 今年9月17號 來台 入境的時候沒有症狀 因為目前菲律賓的政策是都要 在機場採檢 那再到集中檢疫所檢疫 不過他入境之後第二天開始出現這個喉嚨有痰的情形 在今天確診目前住院隔離當中 那已經掌握同班機的這個接觸者共二十二人 那集中十三人是前後兩排的 呃的旅客 那目前列居家隔離 另外9人是機組員則是列自我家管理 那菲律賓我大概說明一下目前的背景 目前全國有27萬9千例 那死亡4830人 那他們最近一週 平均每天大概有3800例 那還在 還在高峰當中 另外 505這個個案 就是 今年二月 呃到緬甸 經商 9月17號 返國入境的時候也是沒有 呃不舒服的症狀 但他 呃 是說明說他在緬甸當地 曾跟這個 有某個確診個案一起用餐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了解 那他的確就是 跟案501 還有 一起用餐 那這個確診個案是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另外一位確診個案在 在緬甸確診 所以 呃這個跟 等於是他跟案505跟案501還有另外一個個案 他們在9月6號有 一起用餐 那這三位其實 呃跟 就是案505跟這個確診個案其實跟案501都不是同公司的 所以我大概把可能要問的問題我都講完了 對 那 呃另外就是 所以 呃 呃他最後就是到機場的 呃檢疫人員有安排採檢喔 那送集中檢疫所 不過我們後來再詢問雖然他一開始在 機場之後 呃回復是說沒有症狀但是 呃後續 因為陽性之後再跟他詢問有什麼症狀他是有回想說 9月17號開始就有一些喉嚨癢那18號也出現這個 咳嗽喉嚨痛鼻塞的症狀那今天確診 那目前住戀隔離中 那呃 再來是衛生單位目前掌握個案同班機的接觸者有18人 那其中13人 是前後兩台的旅客 那列居家隔離 5人是機組員是住這樣管理 那緬甸目前他們全國有4621例 75人數 那 昨天是他們最最高的病例數424例 所以他們 緬甸應該是最近的疫情在往上升 那最後跟報告是案506 506是長期居居日本 那今年8月18號到30號開始出現有喉嚨 碰的症狀 9月11號因為要反台奔喪 那入境的時候有咳嗽的症狀 在機場安排採檢 那採檢結果是陰性 那後來因為9月18號 個案沒有症狀要申請這個外出奔喪 自備採檢的時候 驗到這個良性確診 目前住院隔離 那衛生單目前暫時匡列接觸者一人 就是他的入境接機的家人 第2位